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最近朋友请吃饭 他煮了三杯鸡,很好吃 自己也想试一下 我还加了一些豆腐 我这里有两磅鸡翼 用厨房纸索干多余的水份 用鸡的任何部位都可以 斩开你喜欢的大小 我现在用了一些生抽 适量胡椒粉 半汤匙米酒 一汤匙粟粉 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一些麻油 放入冰箱两个小时 等它入尾 这里有一磅煎鸯豆腐 要用干净的厨房纸 吸干两边水份30分钟 煎的时候就容易煎到金黄 还有6片姜 6反蒜头 4粒干葱头 把它切开 再加了一只灯笼椒 去核之后 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我这些是九层塔 已经清洗干净 自己家里吃 那你不想用九层塔 改用葱 或者糖芹都可以的 切开了一只灯笼椒 先拆开你 那叶和框要分开 那框有用的 不要扔掉它 那加入烧热锅 用中大火 我们来煎豆腐先 那些豆腐要煎至两面金黄 那煎好后 煎好后 叶和エビ 榴好後 配料 用两次的火 先加一点油 加些烧热锅 叶和香蕉 也要适当中 在锅上 如果烧热锅 以煎酒 都可以用好 加入烧热锅 蓋上蓋子焗一下才會釋出甜味 焗30秒至1分鐘 蓋起後備用 現在用同一隻鑊,有些鑊織就用濕紙清潔乾淨 然後再加多一點油 用中火爆香的蒜頭和乾蔥頭 慢慢爆香,不用心急 爆至微黃就可以了 放在一邊備用 用同一隻鑊 如果不夠油可以加一點油 爆一爆薑片 然後再加些雞下去 現在也要煎至兩面金黃 煎至香香,加入九層塔的蒜頭 然後來調味,加一些生抽 適量胡椒粉 再加一些糖 最重要是加一些米酒 水分我不會加的,米酒就加多一些 鑊 雞翼還未熟透的,轉到中小火 蓋上蓋上蓋子 我這些雞翼,焗4-5分鐘就可以了 那些九層塔的鑊 那些九層塔的框 夾起它,不要的了 需要嘗試一試味 加一些老抽調色 和麻油增加香味 再炒一下 再炒一下,將醬汁收緊一點 我這個醬汁不會煮太多 是緊緊包著食材 接著就可以將豆腐和燈籠焦和和 順手加一些葉 放進去 然後兜炒均勻 這個三杯雞 我也是第一次煮 有時間,你們也試一下 我覺得都挺好吃的 今天這個食譜就說到這裡 歡迎訂閱、分享和點讚 約定你們,下一集我們再見 MING MING MING